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也是要讨论如何统计每日注册人数 在前面一个单元室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是用那个 类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用类的方式 一样的资料用类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我把它切到以下来说明 类的方式就是说 我原来打的日期是在直的 直的在统一栏里面 那现在我们是在不同栏里面 然后第一列是统计人数 第二列是统计它的那个日期 每一天 然后第三列就是说每一个人 他在哪几天需要注射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天第一个条件就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说 这用and来看这样比较清楚 如果说 入住日 入住日 它的年份加一就是一月份 有没有 然后再来它的天数小于等于饥饿 就是我们现在的什么要统计的日期 而且呢 它的第三储存格 是不是等于未出 不是等于未出就是today 那等于未出的话就干嘛 等于未出是today 不等于未出我就抓它什么 它们的那个入住日 然后入住抓进来以后要加多少 加第三 加它什么 住院天数 加它住院天数 加完以后有没有小于 大于等于饥饿 有的话 有的话就是干嘛 我们要填入什么 1 表示它这天要注 那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第三个条件是说西山 这主人果它是不是注射 它只要写的是不注射 表示它是吃药的 那就不能打针了 不能打针 所以三个条件都成立以后 然后它就会填什么 都填1 然后不成立就填干嘛 其中一个不成立就填0 不填就填0 那如果说呢 刚好找不到这个日期 造成错误的话 我们用这个ifelo 判断什么 错误日期我一样给什么 0 它发生错误我一样给0 不计算 不列入计算 好了以后按确定 然后就把这个公式往下拉 往下拉 拉到第72列 拉到第72列 拉完以后它就把你算出来 第一天的那个 要打针的人数 那就可以往右拉 我也看不到上面 我就直接一直拉 拉到 比如说我拉到 9月的11号 那这样来讲 就可以到什么叫9月14号 实际上目前是没有办法的 目前没有办法 原因上 因为我的资料量蛮大的 我的资料量是9月到底 9月底 这些我都还没把公式抠过去 因为用不到 我们的日期下来8月29 所以你大概只要看到8月29 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到8月29 来看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个 叫打针的人 有没有打针的人 直接从这边就看得出来答案 看得出来答案 没有 前面每一天都有要打针的人 从它的资料上面就可以看到 有没有 13710131819 都可以统计出来 每一天 公式也一样 公式呢 G1就等于上 G3到G72 它的合计 那你就往右拉 就全部都把你算完 所以你要懒惰一点 就甘利斯拉到30号 也没关系 9月30号 它一次就把你全部都算完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